好啦,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楼 为什麽呢,是我中学同学交托 我帮他看楼租楼 山长水远来到这里,今天来到Utton Utton就是在Cheat Cic的旁边 就在伦敦的Zong Tool附近啦 是不是很贵呢,又不是很贵 1,500多磅的两房单位 不是后面这些,这里是Utton 这有Dental,后面有Sandsbury 这个橙色就是啦 我们是看这个 1,500多磅的新楼主要没有啦 这里我们进去看下 外面还可以,外面很完整很新正的 里面我想装修都不会新的 但是租就没办法啦 买其实如果可以装修得很漂亮都可以的 进去看下 好,今天我们去看这个 旧的阿帕文 这个是其中一个单房 这些窗户都流光了,已经很久了 这些窗户都流光了,已经很久了 这个呢 我们看下这个,洗手间啦 洗手间啦 洗手间啦,已经很久了 这个是黑厕来的 这个是看出厨房的 就是这样啦,很古老的,很怀旧啦 好像我们小时80年代 小时都是这些啦 没问题 就是我来说,我来说其实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小时都是住这些的 这个就是厅啦 这里呢,风景几好的 是对着一条小马路,但是是不是公园来的 黑厕是厨房的 厨房这个看得清楚点 这个是挺有环境的 但是这里呢,就非常够啦 那小鬼呢 生个瘦啦 那这里呢 就是刚才的厨房 那这里呢 就是厨房 没啦,就这么多啦 这里呢,就是门口啦 下来这里呢,没电梯啦 这里上楼上,我们也不会上楼上的 我们去这一层而已 这一层就 一个 两个 那其实全栋楼呢 真的只有四个单位的,所以都很安静的 一条楼梯,是堂楼来的 根正法,这里是一栋有六个单位 地下有两个 一楼两个,二楼两个 全部都是这些 平房的三层楼的宅宅 这里呢,在建新楼的 后面,你看看多大堆泥在这里 这里呢,就已经建新楼啦 这些就正啦 那根据agent说呢,这些是 二千多磅,两房 这里呢,是一千五百多磅 再看一次啦,这里呢 就是这些旧式的,我想八九十年代建的宅宅啦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铲泥机,是跑上泥上面 这里的建楼超吵玩,还是? 吵很瘋啦 这里是刚才我嘛,这些新楼啦 后面这里呢,又在建楼啦 周围都在建新楼 这里的方便,有Sainsbury 又有牙衣 然后这边呢,就有个公园 其实是几好啊这里 不过最不好就是在建楼啦 他们刚刚我已经听到那些 那些铲泥车声,龙龙声在这里 那如果你租一年呢 那整年都在这里装修啦 不是建楼咯,不是装修,那就大铁啊 真是,吵他们瘋了 刚才我是在外面看这些楼嘛 其实这些楼呢 外观都很完整,很漂亮的 哇,好多八甲在这里,大哥 怎样?听不听到那些装修、建楼声啊? 这边呢,就是那个公园啦 几好,绿草如荫 今天就这么多啦,但是我可以教大家看楼的秘技 就是怎样呢?就是去google map那里呢 你是有几样东西可以看的 第一样呢,就可以看回 去那个3D的地图啦 你看到整个周围附近的环境是怎样啦 暂停一下先,这个呢,真是剪片的人 找回这图key上去才发现 原来呢,后面呢 刚才说的那烂地呢,是一栋旧楼的 是整栋十几层楼的,旧楼刚刚拆了变空地 原本是一栋旧楼来的 原来现在已经没了啦 这些真是你要去到看才知道 即是google map都没update到 你看google map的街景图呢 都仍是有这栋楼在的 如果你都见到3D地图可以回旋旋转的 你都见到附近是在建楼的 那你都期望呢,它也在建楼 或者刚刚,如果好像这里发展区那样 你都期望它未建完,可能 另外呢,有个street view啦 street view呢,大家都会看啦 但其实很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不懂的 Yannis之前都不懂的,就是什么呢 可以看回很多年前是怎样的 即是原来google是每一年两年 看一下depends那条街有几多人啦 几popular啦 每条街呢,就会分年份这样拍 你可以看回上十年的所有相片的 那你就可以看着这条街 十年前到现在是发展了怎样的啦 那你就不用山长水远来到之后呢 才发现原来是,哦,原来是之前建了那么多东西 那还没建好,还没建完 那你就知道整个发展是怎样的啦 或者你想买那层楼呢 之前是有没有车房呀,有没有花园呀 有没有改建呀,你全部都看到了的 那对上十年到今天中间发生过什么呢 google都帮我拍下了的啦 那大家看楼呢,看之前,或者看之后呢 都要上网查清楚,了解清楚 搜集多些资料 因为今集都很短的,只看了家屋 所以说多些废话啦 那就这么多啦,我给个like我们 share,comment和subscribe啦 是这么多,拜拜 大家好,我是Coco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Coco哥 躺平读书会的一本新书 《区块链基础知识》也这么说 如果20年前有人说给你听 以后出街呢,只带电话就行的啦 什么都做到的 哇,你觉得是不是吹水呀 现在大家都知啦,是不是 一部电话带出街,什么都做到啦 付钱啦,逛街买东西啦 基本上银包都不用带,锁匙都不用带 你Tesla开车门呢,都是用电话搞定的 那十年前有人告诉你 以后开车是不用入油的 只要入电就可以了 可以喜欢怎样快都可以的 哇,你觉得看电影就有的,哪有这些东西的 到现在呢,Tesla呢,大家都知道啦 即是个个都知是什么来的 刚刚英国没有油,个个都是买Tesla 大家都蜂蜂地去追捧这件事 其他车厂呢,都一样大家蜂蜂地出电动车 什么都有 成为未来的趋势呢 大家已经不需要再怀疑啦 这个技术呢,就是更新换代是快到 没人可以想象到 大家有更快捷便利高效的生活,是不是 那呢,也创造了无数的 致富的途径哦 如果你买得到苹果,即是前几年买到Tesla呢 都发到不知去哪里啦 Tesla,老实是Elon Musk,前几年都不知在哪里的 现在呢,就变成了世界首富 很多人就问哦 下一个技术革命是什么呢 是不知,还是人工智能,还是其他 奇怪新奇我们未知的技术呢 所有答案里面呢,其中一个最重要呢 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区块链Blockchain啦 一年前,或者两三年前呢 大家都无人理的,只知道什么叫Bitcoin 都无人明白区块链是什么链呀 都不知有什么 到现在呢,在LinkedIn里面呢 已经讲了呢 2020年,所有公司十大趋势技能里面呢 Blockchain已经是排第一位 就是所有公司,无论不同类型公司呢 都需要Blockchain这个技术去帮他们呢 令到他们的生产,或者所有的沟通是更加 提升速度呀 那一听到这些这么复杂的词语Blockchain 都不知是什么来的 大家呢,就很多人都会变成了一个云 什么清呀什么链呀,就是听不明白哦 是什么技术来的呀,那有什么用呀 就是听来听都听不明白呀 电动车都听得明白呀 Blockchain也听不明白 所以呢,基本上这些人就会去炒Bitcoin 去炒Ethereum 基本上普通人呢,都是只有听字而已 是不会有任何的参与的 那如果你想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就要听下这本书呀 区块链基础知识25港 就是最好的入门手册啦 那区块链呢,起源于这个Bitcoin大家都知啦 那2008年11月,有一个不知什么人 自称中本聪的人呢 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匿名的研究报告 虽然那个报告叫中本聪啦 但其实无人知哪个是中本聪的 那呢,他写了九页子而已 就写了对未来这个数字虚拟货币的设想 那天他都是只吹的 怎知吹吹吹下就成功了啦 第一次提到Bitcoin的概念和设计思路 所以呢,中本聪又被人称为这个比特币之父 但到今天呢,都无人确定哪个人才是中本聪 有些人说是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 有些人就说这个是澳洲的电脑科学家内特 但呢,都无人证明哪个人 但anyway呢,Bitcoin已经成为现实啦 已经炒到他妈都不认得啦 甚至呢,区块链的技术已经超越了Bitcoin Bitcoin已经被人outdate啦 很多新的不同coin Based on这个技术再进步再进步 2.0、3.0、4.0这样进展开去啦 而应用层面呢,亦都扩阔到更加宽阔的领域啦 现在这些什么NFT呀,艺术品又炒一餐呀 也是用Blockchain呀 Smart contract也是Blockchain呀 现在很多东西搞的啦 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是用一个深入浅出 很简单的语句呢,就讲解了这个Blockchain的技术原理 和应用方向,普通人呢都听得明白的 听得明白什么Blockchain,怎样可以影响未来 那这本书呢有25讲 那这25讲呢,就可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呢 深化慢慢脱开脱开呢 让大家知道呢,区块链由外面去到最core里面呢 是怎样构成和什么形容 那对区块链的知识呢,看完这本书呢 就有系统性的了解啦 那就可以掌握到这个技术革命 最核心的理念 那你就可以based on 这件事呢 以后别人讲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是好像不是空中流角啦 地基已经打好了 那你一听上面的东西就很容易理解啦 那如果你想听这本好东西呢 这本好书呢 就在这个Coco歌躺平读书里面呢 这条link呢,你就可以听多点啦 在里面见